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 FREE CAD的2D草圖到3D造型 首先一樣是 建立一個空白的檔案 像上次有講過 如果這個是所謂的物件的部分 那它會有一個Buddy的部分 那不管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直接按 草圖 它就會幫我們建立出來 草圖會在這個的下面 那我們建立好以後 來看 那我們現在是在SY OK 它就會幫我們建立一個 草圖 那在模型跟任務 我們都洗 一個人習慣 那出創結果我們先留著 那在繪製的時候基本上 盡量習慣以原點為對稱 那我們目前 今天來練習畫一個矩形 然後 有四個洞 那幾個畫法 第一個就是完整的 全部都給它 那 那因為我們 順便要練習所謂的除料 所以說我們只畫一個矩形 第一次先畫一個矩形 那先矩形的話 現在還是在矩形的 一個 一個 會製的一個狀況 可以按ESC或是按右鍵 跳離 那我們現在先按右鍵 然後給 對 定一些集合激素 然後最後 一個人習慣 那我先會給它集合激素 然後再給它距離激素 那像我們這邊 希望它是對稱 跟垂直軸 它就是S 那你可以點完點完 再點這個直接按鍵盤S 那這個可以直接點兩個 上面跟旁邊直接點E 鍵盤E 或者是直接 在這邊按E 那這樣它就是會變成正方形 那假設我們因為是要練習 我們直接很快速的 給它一個垂直的 Shoot V 那給它死 那給它死以後這個就好了 那我們就是離開草圖 Close 這不是沙利沃克 我們就Close 或者是直接離開編輯草圖 那離開完以後 我要去做3D造型 那假設我要張5 那就是這邊 填充首選的草圖 那我就直接就是 填充首選的 那我手選草圖 就想說我點過來 它已經被我選到 那它這一定是跟我草圖的面 垂直向 對 長料 有沒有看到說這個看不太出來 那我長5 5 長5 我就是長5 確定 它就長出來了 那它發覺說我看不太到 那 當我發現說 我要再去做剛才的填充的改變 直接到head 或是直接到模型的這邊 兩個都一樣 那這邊 可以直接去改變它的參數 這邊 就要點兩下進去 像我這邊是 檢視的模型裡面 我可以直接去把它改成1 改成1 它就直接變1 所以說 以每個人的習慣 大部分就慢慢 找到適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那我們現在還要再 建立 挖槽 就是我們要挖4個洞 有些是可以用 那挖4個洞 有些是可以用 對稱啊 或是 環形特徵 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先 做 最基本的 就是 全部 那我們現在 先點 無件的面 再點草圖 那 目前這個是有所謂的 階層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來畫一個圓 先來畫在這邊 那 我這邊先給它 跟 圓點的部分 假設 我的長度是10 所以說 這一側這樣子是5 那我現在在中間 就2.5 那它會自動出來 這個可以自己 在 變黃色 左鍵按住 就可以拖曳 點兩下 進去 2.5 點兩下 2.5 那 我一樣 要 設置這個 指徑的部分 那它這個都是半徑 Shift R 或是直接點這個 那我給它2.5 那我給它2.5 給它2 給它2 那這樣就 好了 那 但是 當我如果不是 要用 所謂的 複製特徵 那我就 比較笨的方式 可以畫 四個圓 可以畫四個圓 再去做 除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這個動作 那 對稱你也可以直接指定對稱點 那我們來做一次 畫四個圓 再畫三個圓 那你會看到說 右鍵取消我們的 繪製 能有九個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那 為什麼會有九個 每一個點 它有兩個 局數條件 再加一個所謂的半徑 那我們先讓它 相等 那在點的過程中 假設怕它跑掉 可以按Ctrl鍵 那我們就按 1 相等 那這邊 跟這邊 跟這條線 對稱 對稱 它就會 自動的 對稱 它就會互相對稱 那你會看到說 欸 欸 拉不動了 那 這個跟這個 因為 所謂的對稱 是會跟它在 所謂的 相對距離 跟 同一個 位置上面 那這兩個 我們也跟它相對 沒有點到 沒有點到 中間的 1 2 3 對稱 然後這個 看是要跟這個對稱 還是跟這個對稱都一樣 現在只剩下這一個 就是這兩個的點 對稱 那它就 完全拘束 那我就離開 那我要挖洞 這個 黃色這個是填料 藍色這個是除料 就黃色這個是除料 那我現在是 產生凹陷 那這個也可以直接 建立一個洞 那它絕對是磚孔 那我們現在是除 那這邊有標註 那現在是在任務這邊 那我是通過全部 因為基本上 假設設武 那如果我這邊改變的話 假設我就是 就是一定要通過全部 那等一下我們再改變這個高度來看一下 那我不要依平面對稱 也不要反轉 因為方向對的 OK 那我們來看到說 剛才 我已經有 設通過全部 那當我把這邊變成10 就是 長出的高度變成10 那它也是一樣 通過全部 OK 那這就是 2D轉3D 那現在我們已經轉一個3D出來 那你會發現到說 這個是隱藏的 那你來看喔 按空白鍵 顯示 那這邊目前的話 就是只有一個 物件的部分 它就是只會有一個顯示 不管你在前面畫 那假設你希望說 我這個不要 就是我出圖變成組合鍵 我要匯錄的時候 我不要看到這個 你可以變成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階層模式 那每個人的模式不一樣 那像我比較習慣就是這兩個 我會讓它再做布林的 交集 因為我是 交集 交集 這兩個我會讓它去做交集 它會產生一個這個 它會產生一個這個 那空白鍵就是切換可見性 那這個我們先不要 因為這個是 之前的習慣是在0.16上面 它沒有所謂的這個 實體的這個物件 那現在有的話 我們就不用再去做這個設定 把它刪掉 那我現在就是留 最後一個操作 讓它顯示 那你去 假設我點到PAD 再點空白鍵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跟我們剛才那個意思一樣 那現在我們來切換一些 輔助的線 應該 顯示 那它有一個切換軸交錯 就是我可以去看遠點的軸交錯 那我如果看不到 我可以去切換它的顯示模式 變現框 我可以去切換它的顯示模式變現框 隱藏線 它有不同的顯示模式 框線 如同 大部分都是用如同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 切換軸交錯的部分 主要是檢視這邊切換軸交錯 主要是可以讓我們去看到說 我們的原點在哪邊 那三個軸向 那三個軸向的話 就是RGBXY力 所以說這邊是在 RG 是在SY平面上 長出的力 那按照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那大部分所謂的 導圓角 或者是所謂的導角 好 盡可能就是在最後再去作業 為什麼說盡可能再去作業 因為3D驗算 假設你這個圖畫了 不去做任何的改變 那你可以在草圖的時候 就全部都把它畫好 如果你是 可能會有一些造型改變 那最後就是 導圓角跟 導角跟導圓角的部分 最後再去做執行的動作 這樣會比較好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現在來練習一下 導角 導角有 零件的導角 跟我們的 零件設計的導角 那我們來看說 假設我這邊要導圓角 這邊要導圓角 你先選擇邊 然後導圓角 它就會整個導圓角下去 那我可以選擇這個邊 然後導圓角 像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明顯就是要按 Ctrl要按住才可以選 多個邊線 然後再去選導圓角 那導圓角這邊 你可以把它選比較小 0.05 這是導圓的小小兩角 不要去跟這邊去做干涉 那因為它會有很多的 暈算的限制 那把它刪掉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主要就是2D轉到3D 那這個的繪製的話 是 我們是用繪的 那 可以利用所謂的 特徵的 環狀特徵 那我們 直接來練習環狀特徵的部分 那 我們可以把它 我們可以直接到 PAD裡面的 草圖 不是 是 除藥裡面的草圖 那 我們把這三個 我用Ctrl去點選它 然後把它切換成 所謂的建構線 然後看到死掉 它是不是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一個 那我們現在點這個 我要產生一個 四個的 那因為剛好我 剛才繪製的話 是中心點 所以說我可以緩繞 互製在利軸這邊 最遠點利軸 那建立一個環境特徵 那 因為有特徵它才可以去Long 那你要 我是垂直 超直軸 那你也可以去點選我的 軸向 那我可以 可以直接用利軸 或者是選起參考 好 利軸 然後我給它 360度 我給它四個 好 它就是用 一樣 那所有的 3D繪圖的部分 其實就 方法很多種 都是按照個人的習慣 好 現在習慣在草圖的時候 就是做了很多的 繪製 所以希望是說 長出來以後再去做 所謂的特徵的 長料或除料 那這個就是按照 每個人的 習慣不一樣 好 那我們剛才 除料了 那我現在假設要 再長料 那長料的話 一樣就是 它一樣有一個 衣服面 那我們現在先都是在 實體面上去做 長料的動作 那我假設說我這邊 在旁邊要再長一個 小小的 小圓柱 那先點 要長的面 然後一樣是 建立草圖 那 你會發現 欸 那為什麼會 圓點在下面 不是在我這個面 因為它的圓點就是 會在下面 這草圓圓點它是 它 依附得到它就會在下面 那我們現在一樣就是 畫個圓 這邊 那你說 假設我不知道這個尺寸 那我要怎麼去讓它 對應到這邊 那你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用到所謂的 與外部幾何 建立相連之變 那我們先點它 它這邊就會 改變圖示 那我們可以點這個 它這邊就是會 一個參考面 那我這邊 也可以點這邊 點這邊 一樣 這個的話就是 你可以去參考到所謂的實體面的部分 去到線 那我這邊一樣 給它 半徑 那我半徑也要給它2 那我現在是希望說它在中間 那中間 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 揮織建構線 就這邊去切換 一般模式跟建構線模式 然後去畫一條線 接觸到它 中一點 然後過去 然後這邊 我們的幾何接觸 有一個鎖點 那跟一個 水平放置 那這個它 位置 那我現在就是讓 這一個 要在這個的中間 那這個就是 會限制住 用幾何G數去限制在中間 那我也不用管它的尺寸 我只要管我的半徑尺寸 那會讀好以後 一樣就是 結束編輯草圖 那看我們要漲量或儲量 那如果我們要漲量 就直接漲量 那我如果要往裡面漲 就按反轉 那我要漲量 假設是要漲20 OK 這樣就漲出來了 那你會看到說 這個 還是 其他的就會被我 可見性就會被切掉 那這個可見性只有一個可以 就是你切換到哪一個 哪一個就變可見 那這個是 目前是這樣 這個是0.17的 0.16的就比較不一樣 0.16沒有 沒有這個大體的這個 物件 那所以說 0.17要習慣 這些 不一樣的地方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